大家好,歡迎來到酒途,我是阿椒 話講返,我們就來到第十一集 所以我們今集介紹Cocktail和演員有些不同 而它最大的分別就是沒有落過 Spirit 而它的名字叫 Grasshopper 這杯Cocktail的創作者叫 Philbert Couchet 它是1918年參加了紐約市的Cocktail比賽的作品 而它當時就獲得亞軍 它比賽後就回到紐約欧倫的餐廳打理 而這杯Cocktail也成為了其中一杯高消量的飲品 由於Grasshopper的含酒量較為低及甜身 所以不論男女老友都十分喜愛這杯飲品 後來也有人加入雪糕製成奶色的飲品 故事就到此為止,大家聽完只有G字就夠了 我們剛才提供Philbert Couchet開的餐廳其實還在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找到它 我們就不說廢話了,我們先匯一匯這隻草蟹吧 首先我們下30ml的White Cacao Liqueur 然後下30ml的Green Mint Liqueur 最後下45ml的牛奶 然後Shaking 最後放回裝飾上去 最後放回裝飾上去 薄荷味 我覺得薄荷味重受了 沒有的阿芬,剛剛好 認真,真心不偏 不要說那麼多 我不要自平 我很討厭薄荷味 我的癮很簡單,有牛奶就LIKE 真的有奶就LIKE 有奶就LIKE OK 越多越好,牛奶 是這麼多 飲平原 飲平原 好,我們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們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觀眾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的頻道 大家記住,喝酒是一種享受 大家的理性喝酒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